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管仲要是不成才 就有点对不起后人 更对不起这两个人了 因此也可以说是这两个人成就了管仲 而这两个人中 第一个起关键作用的就是宝树亚 因为用常人的标准来看 管仲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 能人 管仲 名 宜吴 自重 称自是对人的尊敬 因此我们知道他叫管仲 而不大知道他叫宜吴 管仲是安徽营上人 用道德标准来看 管仲不是什么好人 怎么这么说话呢 史记就这么记载的 他年轻的时候 曾经和豹树亚一起做生意 挣了钱就自己多拿 而给豹树亚少分掉 您要是遇到这样的人 会怎么想 小人无一个 铁哥们哪能这样做人做事 但人家豹树亚忍了 实际上豹树亚不是忍 而是根本就不生气 豹树亚从不觉得管仲是个贪财之人 只不过是因为他加贫 多分一点贴补家用 这自然是掩饰 实际上 管仲的确贪财好利 人 谁没有点缺点 实际上说 齐桓公成就大业以后 管仲富贵的可以跟国君相比拟 拥有华丽的三规台和国君的艳影设备 尽管齐国人不认为他奢侈奸越 人家那么大的功劳 该人也得 但管仲的好才本色 还是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豹树亚遇到麻烦 常常请他给出谋划色 结果他的计策反而使豹树亚更加困顿不堪 陷于窘境 简直就是越帮越忙 越帮越乱 城市不足 百事犹豫 谁会喜欢这样的人 但豹树亚喜欢 豹树亚不认为他笨 而是认为管仲不走运 后来管仲好不容易弄了个官当当 干了没几天 就被国君炒了犹豫 豹树亚觉得 不是管仲不成器 而是老板不识货 管仲这是没遇到好的老板 管仲也参加过几次战争 但每次打仗 每次都逃跑 这样贪生怕死 一打就跑的管跑跑 有何长处 但豹树亚不这么认为 他认为呢 这是因为管仲笑 管仲家有老母 他不是怕死 而是怕老母没人养 这问题是 谁家没有老母 管仲辅佐公子鸠 公子鸠基本上算是一个不错的老板 至少是一个潜力股 有望成为国君 但是经过管仲的辅佐 杀精英对手没有办成 却汇报成事情一妥 结果公子鸠给杀 人家同僚少乎为之寻难 而他却贪生怕死 干受屈辱 让人囚禁 这样的人真的好像不知道什么是廉耻 这哪像什么人才 怎么看都不像 忙了大半生 终于把自己弄进了监狱 不是好哥们豹树亚可能早已被剁成肉架了 若真有这样的人站在我面前 我看不出他有什么能耐 但是豹树亚真的了不起 宽容 豹容 诗人 豹树亚侍奉齐国公子小白 管仲侍奉公子鸠 俩人是竞争对手 豹树亚成功帮助齐桓公继位后 却向齐桓公推荐的管仲 让管仲处在自己之上 这他需要什么样的哑量 因此 管仲说 生我养我的是父母 真正了解我的是豹树亚 更难能可贵的是 豹树亚有自知之明 不为小人所获 管仲病重以后 齐桓公考虑他将不久与人世 问他是否可以让豹树亚来接替他为相 当初正是豹树亚的推荐 管仲才做了齐国的国相 现在是管仲回报豹树亚的时候了 但管仲却推荐了别人 他说 豹树亚善恶过于分明 以善待恶尚可 以恶对恶 谁能忍受得了 他是位君子 但不可以威以国阵 有人早上把管仲的这些话告诉了奸臣易亚 易亚以为这正是离间管仲与豹树亚的好机会 就跑到豹树亚面前翻闲话 没想到豹树亚听了以后 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大笑说 这正是我推荐管仲为相的原因 重负忠于国家 没有私心 所以才有你们的今天 若让我为相 哪里还有你们这些小人容身的地方 一番话说得易亚面红耳赤 称狼狈状 离去 上述的史实都来自史记 如果真是这样 豹树亚才是天下最奇缺的人才 至少让我能感觉到 今天好像很难找到能比得上他的 有了豹树亚 管仲的前生真是烧了高香 但是真正让管仲成就大业的 或者说真正为管仲提供平台的 却是七桓公李小白 七桓公李小白之所以成为春秋五霸的第一霸 所谓首霸 不仅仅是因为他任用了管仲等一批能人 更在于他的包容大度 一个国君能够容得下要自己命的人 不是硬起好就被这个人弄死了 那得需要多大的气量与度量 天下有才能的人多了去了 地球离了谁都能转 为什么非要管仲 这对一般老百姓不容易 对于国君就更不容易 但七桓公还是放下了个人的恩怨 这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呢是真的不容易 因此只有非常之人才能做非常之事 不是随便一个人都能做霸主的 还要说明的是 不要以为霸主是一个贬义词 在当时霸主是个含有宝义的词 霸实际上就是伯 也就是家里老大的意思 当父母不行的时候 老大挺身而出 成为家里的顶梁柱 您说这是贬义多还是宝义多 当时有才干的国君 为什么都争着当霸主 管仲运气好 遇到两个宽容的人 但是管仲没有几下子 运气再好也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关键是管仲有本事 但七桓公怎么知道管仲有本事呢 难道七桓公就不给他进行一次摸底考试吗 字幕志愿者 杨rique崎鸢